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关后眼睛超酸的找茬游戏隐藏的人新史迪9元 刚刚版本更新的宇宙冒险2首次打折新史迪56元 强烈建议英语不好的玩家游玩的字母人新史迪7元 老牌节目游戏科纳风暴新史迪7元 接下来则是一则收购消息 THQ的瑞典母公司在近日宣布 其正式收购了小小噩梦的开发商 THQ的钱难道是大风刮来的吗 今年THQ至少收购了五六家以上的游戏开发商 旗下几十个开发团队同时制作游戏 只能说有钱任性 制作了小小噩梦的这家开发商也来自瑞典 成立于2004年早期是索尼的第一方工作室 曾参与制作了小小大星球系列和公布玩偶等东西 并且在2017年发布了平台解谜冒险游戏小小噩梦 该工作室最新的作品是任天堂发行的小游戏 单价拍档以及正在开发中的小小噩梦2 反观玉璧的日子最近就没那么好过了 据外媒报道 玉璧蒙特利尔工作室的一名程序员 At的路易卡博 近日在自己的推特上曝槽 称 他过去三年一直在参与的项目 最近确定取消开发 参与该项目的200多名开发人员 将会被分配到蒙特利尔工作室的其他项目组 另外有一名国外媒体人爆料 卡门狗开发团队的新IP 也就是这次被取消的项目 风格类似于命运2 是一款多人设计游戏 接下来是一则关于绝地求生的消息 近日有知名游戏分析师发推表示 PUBG在过去的18个月内 仍然全平台卖出了1000万份 累计总销量达到了6000万份 就是不知道这1000万份里面有多少是被封号了 同时绝地求生在近期还更新了首个飞行载具滑翔机 滑翔机可以供两名玩家乘坐 前作玩家负责驾驶 后作玩家负责射击和投掷 该载具目前已经在绝地求生测试服中进行测试 时间截止至12月23日 最后介绍一款2020年发售的私人合作游戏 《开始行动》 本作是胡闹厨房系列的开发商之一 Team17发行的合作游戏 访问YXCCG 售买75折充值卡和高折扣CDK的微电和微信小程序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吧